好的大家中午好啊 欢迎大家呢回来Linda黄金五盘 今天呢是2023年2月22号 那么昨天呢也是股市啊突然崩了 道琼斯指数呢是直接下跌了700点 标普500指数呢也是破了4000点 那么很多科技股包括很多中概股 一些热门的股票呢都是属于急速下跌的 但是呢也有一只股票啊 就是特斯拉的概念股呢飙涨了75% 所以我们说呀特斯拉永远不缺话题 哪怕他自己没有话题 他也要制造一些话题对吗 然后呢我们今天呢也是给大家去解析一下 当前的行情我们应该注意的一些情况 好了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了 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当前的行情 首先呢昨天这个整个行情 基本上是整个市场属于血亏的 对吧整个市场都是属于像雪崩一样 基本上很多股票都是暴跌的 那么这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主要是前几周 包括我们周二的PMI数据 你发现所有的数据回暖 所以呢加剧了市场对欧美央行 继续鹰派加息的一个恐慌 甚至很多人都说了啊 现在已经确定六月份就要加息了 所以呢你会发现啊 现在的美债 它的收益率也是大升的 而且现在出现了一个倒挂的一个现象 美股三大指数是奇跌的 来我们给大家带着大家看一下 我们当前的一个指数和各股的一个情况 好吗 来运营帮我切一下 大家看一下啊 首先呢第一个呢 给大家看的是道琼斯指数 道琼斯指数呢 是我们从去年十月份以来 这个比较强势的一只股票 对吧 它的话这个指数的话 基本上我们曾经说 它属于引领了美国的一个股市 但是我们当时也在担忧 真的道琼斯能够引领整个美国股票的一个上行吗 道琼斯的一个这个强势 也说不了美国的一个结构的一个调整 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 我们也从最近的整个一个数据也看到了 对吧 很多的财报你会发现 很多可能都是超过你的预期的 可能你认为好的 然后结果呢 低于预期 你认为不好的 结果预期可能涨了三倍 所以在这一轮的话 我们首先从技术图表去看的话 道琼斯指数呢 它是曾经走出了一个什么 强势的上涨以后走出了一个横摆的震荡 也就是三角形的一个震荡 这个震荡在昨天晚上被打破了 昨天一个700点的一个暴跌 大家可以看啊 把整个三角形打破了 那么对这种三角形 之前给大家讲过 这叫中继形态 对吧 属于中继形态 在上升市场过程当中出现一个三角形 那么这个时候三角形破位了 代表看多还是看空呢 认为看多的我们回复一个多 认为看空的回复一个空 好吗 因为整个的话 一个这种形态啊 你会发现在股市当中 我们说有趋势 有形态 有蜡烛组合 但是你会发现最重要的是趋势 然后呢 其次就是组合 我们总说盘感盘感 哪里来的盘感呢 其实很多时候盘感 也是对这种形态的一个 快速的一个识别 那么这个非常明显 这个形态被跌破了 而且呢 现在整个的一个市场的 这个加息的一个恐慌 结合着我们当前这个技术面 那么接下来 我们这个指数 上涨的情况 看多还是看空呢 认为看多的我们回复多 认为看空的回复一个空啊 所以呢 这个是我们 这个看到的 道琼斯 一会儿呢 我们再给大家 统一的去给大家去评论 这是第一个 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标普500 标普500指数呢 大家可以看啊 我给大家画了一个上升通道 标普500呢 是仅次于道琼斯和纳斯达克指数的 他的话 这一轮也是非常强势的 而且大家可以看啊 在道琼斯横摆这一段的时间 我们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 标普500是干嘛 上涨的 你会发现啊 他已经走出来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这个上升的通道 那么这个上升通道 你看啊 不管这个位置的点 这个低点 包括高点 高点 低点 高点 上下都有三到四个点 在这个线上 也说明这个上升的通道是很有效的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这里下跌的时候 在这里下跌的时候 现在离着我们这个下 这个上升通道的下沿 还有一定的距离 那么这个距离是多少呢 这个位置是多少呢 基本上是贴近前期低点 3800点 要多一点点 3800点左右吧 所以前期的这个位置呢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位 那么这个的一个走势非常明显 当然呢 我们说这个标普什么时候 破位的像刚才标普那种 像那个道琼斯那种 那你可以画小的上升的通道 你会发现 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小的上升通道就早已经破了 而且破完了以后还灰彩了 来我给大家画一下啊 这个的话你在这里 来看一下啊 这是一个 看到没有 上升的小通道 在这一天被跌破 跌破以后 它有一个反抽 反弹 然后再次下跌的 所以说其实这一个反弹 再继续下跌 我们在上个周四这天 在上个周四这天 就已经确认了反抽 以后开始往下跌 所以说周四 然后周五 昨天晚上周二 对吧 整个的话 其实你要是说 我们从趋势上去判断 小趋势上 上个周四 其实就已经确认了下降 甚至很多人说 老师是不是这个位置就确认了 这个位置确实是跌破了 很多人可能就觉得 要见好就收了 但是如果你要是有一个确认的话 就是这个反弹没有上去 再次下跌 这天也是一个重要的信号 现在你再去说 我们说昨天出了一个卖点 稍微有点晚了 那么它的目标位在哪里 就是我刚才画的这个上升趋势 这个上升通道的趋势 为什么它有效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你看前期的一个低点 两个低点 三个四个 这里甚至 四个 这里有两个低点 都打到这条线上 包括高点的位置 一二三都打到这条 那也就说明这个是修正的一个通道 还是非常有效的 所以我们的目标 大家可以自己去画一下 好吗 Linda给大家是属于抛砖引玉的作用 自己大家回去去画一下 来我们再看纳斯达克指数 纳斯达克是 其实是从10月份以来最弱的 但是这一轮它非常强势 也就是年后 从1月6号 2023年的1月6号行情的强势的一个转强 那么这一波你会发现在这一波上涨市场 它这里出现了连涨的一个行情 那么也是在最近呢 也是开始有回调 和标普500一样 在这天的时候 有一个小的一个破位 然后呢 回踩以后 我们在这个位置 你看也是 已经确认了一个下跌 然后昨天呢 也是受这个大势的一个影响啊 整个这个整个情绪的影响 包括呢 你会发现那个Wix 就是恐慌指数也是涨得特别高 对吧 所以最近的话 恐慌情绪是非常多的 那么现在从短期数来看 纳斯达克指数呢 包括所有的科技股引发的这个浪潮呢 你会发现股价 现在的一个强势的一个回调 从短期来看 现在正好回调到0.382的位置 我之前呢 给大家讲过黄金分割 当然呢 如果你说老师 我对黄金分割特别感兴趣 然后呢 现在有研究的不好 觉得用起来不是特别好的 你可以去点击我们的这个 对话康里 有一个深蓝色的那个框框 看到了吗 有一个深蓝色的框框 然后呢 里边有那个链接 你可以去添一下 然后有问题的话 你可以直接跟助教老师联系 因为他呢 离我也比较近啊 他有问题的话 你说需要我解答的话 我可以及时给你们解答 到这个位置你会发现啊 到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 如果回调到0.382 如果能够止跌 不再下跌的话 这属于一个强势回调 还是弱势回调呢 代表这个行情 还是强势的 如果后期再涨起来的话 是一定会超过前期高点 12,277点 那么昨天的话 已经跌到了 11,400点 对吧 所以这个一旦上涨 会突破前期高点 当然了 如果我今天晚上 再次顺势下跌 我跌到 11,200点呢 跌到了我 0.50的位置呢 甚至我跌到 0.618的位置呢 那这个幅度就有点深了 其实我们 这个纳斯达克指数啊 他这一轮的整体的行情 他是 上一轮的一个大的反弹 是正好反弹到0.50的 所以说呢 他这一轮 经过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筑底 然后今年1月份 一个强势的一个上涨 从 刚才我给大家画的呢 是一个短线的 如果从强势 从长期来看的话 他其实是一个筑底的过程 但是筑底的过程 我们知道也时间很久 但是在这个短期内 我们怎么去看待呢 通过黄金分割 可以给你一个明确的提示 如果我今天晚上 如果他一个收 什么 收羊 止跌 然后呢 开始往上涨 如果能够突破的话 一般会突破前期高点 当然不能说 今天晚上涨了 就一定会什么啊 你要看最近 能不能受0.382支撑住 能够支撑住 就会突破前期高点 支撑不住 如果到0.50 那这就是一个什么 做头的 短期一个小的头部 但短期的头部 也有可能后期形成 长期的一个头部 最近的话 因为确实加息 现在整个鹰派 也是非常严重 那么给大家看完 三个指数以后 我们刚才说了 这都是因为什么 因为现在的一个 情绪的一个恐慌 我记得曾经的话 你会发现上一段时间 就上周 前两周吧 是不是所有的情绪都在干嘛 降息的 大家都认为降息 所以股票在上涨 现在呢 你会发现 就有因为有这个加息的一个恐慌 大家都认为加息 股票是不是一个羊群效应 真的就是一个羊群效应 我们怎么样去摆脱 这个羊群效应 你不要和别人是一致的 所以当前现在股票大跌 也不代表说 我就一点机会没有 明白吗 就像曾经特撒 好多不好的消息 跌到100块钱的时候 很多人不敢买 我们上周一的时候 是不是给大家讲的 人家法国的那个投资机构 人家就抄抄底了 人家就从100 现在就到200了 当然呢 昨天晚上特斯拉也是有下跌啊 但是整体的 并不是说 你在恐慌的时候 就一定跟着抛 也不要别人乐观的时候 你跟着去追长 明白吗 我们一般在别人恐慌的时候 你要保持一颗冷静 你要去 像鹰的眼睛 去找到这个进场的机会 当别人都特别兴奋的 在追长的时候 你也要擦亮自己的眼睛 有可能风险要来临了 这个呢 是看完几个市场 我们先从技术面上 给大家分析了 当前的一个支撑阻力 另外呢 我们也提醒大家 千万不要说 被这些消息面去蒙蔽双眼 我们还是要客观的去分析 那么股票如果 要保住美国的经济 或者说因为股市 也是国家经济的情欲表 如果真的要突破前期的高点 那一定要有助力的 那会有什么样的助力呢 对吧 保持一颗静 就是冷静观望的那种角色 你一定要保持一颗冷静的心 做股票就是这样的 不要太火热了 好吧 这个呢 我们是说指数的一个影响 我们再来看 债势的影响 因为这个加息的一个热度 这个预期的 加息的一个预期 反正我看着是写的 6月5月6月都要加25个基点 是吧 当然呢 很多也没有确定 连现在连三月份的加息会议 这个议息会议也没开呢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最近的话 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 美国十年的国债的收益率 最近涨到了3.954 这已经大家可以看啊 自从我们2020年 或者我们说从通胀以来 这个十年的税率都到多少了 看到没有 在整个在一个上升通道当中 整个在一个上升的一个通道当中 当然呢 我们现在说可能 哎打到上眼了吧 是不是 正好一个上升通道 有没有可能继续上上涨呢 也有可能 但现在确实有点像一个上升的通道的一个走势 但是应该还没到啊 因为你如果连上前面的高点的话 你一连的话 你看还差一点呢 这个呢是十年的国债 十年的国债呢 是属于一个还算比较稳健的 对吧 然后呢 这里有一个叫 对利率更为敏感的两年期国债收益率 它的你看啊 收益率已经达到了多少 已经达到现在已经是4.7290 看到没有 两年期的国债 居然大于了十年期的国债 大家也说我们有些买国债 有些不买对吧 有些买债权 有些不买 但是至少我们做股票知道 或者说我们在银行存钱的时候知道 短期的利率是不是要低于长期的利率呀 这种长期的应该会更高吧 但现在出现了一个倒挂的一个现象 也就是说短期的利率大于长期的 也就说明我们属于这个当前的这个加息 或者说我们这个 就是现在整个的一个情绪的一个影响 确实是非常严重的啊 所以呢我们这个呢 从这个位置也能看到我们当前的一个情绪 但是股票呢我们说确实股票呢 它是随着情绪变的 它属于一个羊群效应 有这个情绪在 它就会吸引更多的人去追风 但是始终我们盈利的 我们有一句话叫 在绝望中 行情是在绝望中产生的 是在疯狂中灭亡的 如果空空空空全是利空的话 最近的话基本上市场是不是都是 所有的数据都是让你去加息的 一旦加息以后 可能就会影响美国的一个衰退 会加剧美国的一个经济的一个衰退 而在通常人的一个想法里边 任何一次经济的衰退 都会有一次股票的一个暴跌 而从今年2023年开始 股市是很强的 所以这两天的一个风潮就是什么 说股票可能我要暴跌了 我可能要暴跌了 上周是真的是暴涨 我当时就提醒过大家 尤其在星期五晚上的课的时候 我有讲过 现在上一轮的上涨是因为什么 整个全球注入资金增加 这个就是全球市场的一个流动性 但是那个流动性 它不是说按照预计的那种真正的流动性 所以如果那个流动性减少的话 那对股市就是一个灾难呀 对吧 你不能说因为曾经股票很火 你就认为股票就会永远上涨 好吧 指数呢 我就给大家提醒到这儿啊 尤其不要说现在最近股价 昨天崩了 你就觉得我一定要崩了 自己情绪不要这个受影响啊 我们要擦亮双眼 鹰的眼睛去捕捉抄底的机会 好吧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个股的一个消息 昨天呢 首先第一个呢 加德宝 这个知道吧 它的一个整个市值也是非常大的啊 但是呢 昨天晚上因为它的市值是小于预期的 所以股价呢 一个暴跌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也不完全是因为这个业绩的一个下跌啊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的一个下跌 跌幅算是比较大的 整个的一个这个地方 这是最高点 看到了吗 最高点以后股价下跌 这个反弹超过前期高点了吗 没有 然后这个低点是不是还超过低点了 其实在这的时候已经形成了一个下降趋势 看到了吗 它已经形成了一个下降趋势 然后这个创了新高 说明它也是处于一个横摆震荡 而在高位的时候 高位的时候 我们有一句话叫横久必跌 只是说不知道哪天跌 我们这个就直接借着财报 不及预期 然后呢 重挫啊 这么大的一个股票市值这么大 把整个的话 这个地方一个大缺口跌破了 我们之前讲过啊 缺口突破或者跌破 它的支撑或者阻力 这个呢 力度是非常大的 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大阴大阳 而昨天呢 是属于一个什么 G跳空 而且开盘以后是低开低走 这个大阴现实也是特别大的啊 所以昨天道指狂跌700点 跟它也是有一定关系的 因为它在这个道指当中 占的比例还是非常大的啊 昨天也是市值一夜暴跌超过了230亿美元 看看看看 是不是 这就是资本的力量啊 而且的话你会发现啊 其实它的成交量 昨天也是暴跌的 我之前给大家讲过 下跌的时候 如果出现这种爆量的下跌 而且是翻倍的倍量的下跌 我们说了这叫恐慌性的抛盘 同样这代表着什么呢 是不是代表着主力的一个异动啊 这种呢也是代表主力的一种异动 当然我们是绝对不能说主力异动 我去进场的啊 至少说明这个位置主力异动了 也代表着我们现在在恐慌性的一个抛盘 这个呢是加德宝的一个情况啊 然后我们看下一个 我们说了全体的股市都下跌 一片红啊 昨天晚上我盯盘的时候 我就发现一片红 然后呢 但是这只股票呢 大家可以看 叫ARBE啊 它是什么呀 它是以色列的一个4D雷达 就是呃成像的那个 用在很多人说了 这个特斯拉可能要安装雷达了 然后呢是那个成像系统 然后受到这个消息影响 股价就暴涨了 昨天最高的时候达到了这个75% 最后收盘 因为昨天股市确实是震动的比较厉害啊 最后收盘的时候应该是上涨了47% 那么我清晰的记得在2021年的时候 当时也是有两支雷达股的对吧 当时也是有两支雷达股 当时炒作也是非常强的 因为当时的新能源的上下游产业 包括什么音箱啊 芯片呀 包括这些雷达呀 其实很多它的上下游产业 但是因为整体的 因为股价的2022年 整个新能源的一个下跌 所以说呢 这些配件的或者上下游产业 也都是跌的非常惨 然后呢 现在这个也没有完全说 我一定达成什么合同呢 这已经开始干嘛了 暴涨成这样了 所以说特斯拉真的不缺话题啊 他永远能自己给你制造点话题 然后呢 他永远给你机会 当然有的时候也是灾难 对吧 昨天的话 但是这个我为什么要讲的 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大家可以看啊 昨天晚上这个量 你再看一下 昨天的量出现以后 前边全都没有了 这就是我之前一直给大家讲的 什么叫天亮啊 或者什么叫一注晴天的那种感觉 这种的情况 我会在周五的时候 我会给大家重点去讲啊 如果你要是说 想要去学习这种啊 因为周五的时候 我会重点的去讲 叫天亮天价 但是天亮天价 可不是所有的东西 只要出现这种天亮 就代表下跌 就像我之前给大家录的一个视频 叫成交量的六大陷阱 我提醒过大家去看啊 我不知道你看了没有 因为很多你会发现 就是因为我们约定俗成的说 倍量代表主力进场 然后呢 比方联姻提量代表的是洗盘 然后呢 股价就开始要大涨 但是很多人因为这些利好的 这个看涨的形态 然后呢 就大胆的去做 而主力的话 就会利用这些做很多的陷阱 我们怎么样去识别 那到底这一个大阳线代表好 大阴线 这么大的一个成交量 到底代表好呢 还是不好呢 到底代表好还是不好 星期五的时候 大家如果感兴趣啊 点击 点击 频道的 就这个 这个频道的 深蓝色 置顶的深蓝色的链接 大家去点一下 这个呢 我会在周五讲 一会儿我会跟大家说啊 一会儿你再点也行 这个呢 是非常典型的一个 特斯拉的一个股票情况 同样呢 昨天晚上还有一个 特斯拉受影响的一个股票 叫Sigma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 还有一只股票叫Sigma 昨天晚上应该也是上涨了 20%吧 差不多 20%还是十几 反正上涨很猛 昨天是在前面标着的 他的也是因为说什么 要这个增加一些冶炼提炼 这个技术 所以这个呢 也是特斯拉因为马斯克说提到的嘛 所以说呢 但是其实实际上还在商讨 包括这个Sigma 包括特斯拉 两方都没有任何人出来澄清 说是在要收购这个Sigma的公司 或者我给大家看一下吧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Sigma 昨天应该是大涨的 怎么回事 等一下啊 稍等 好吧 这里因为没有太多网了 我这里没有下载下来啊 我在我自己的电脑上有 这个这个好像没有 没有更新 我们看一下啊 确实这个没有 等一下吧 等那个大家回去自己看一下 叫Sigma就这个 自己回去去看一下啊 他们呢 是说正在商讨这个收购 这个呢 也是昨天晚上比较这个 比较火的一个公司 但是呢 其实没有双方并没有真正的一个达成的啊 可能会有一些知道内幕消息的人 可能会赚一笔吧 但是咱们肯定不是那个最先知道内幕消息的 所以我们肯定还在按照这个技术面 怎么去把握 一会儿呢 琳达会讲的方法就会告诉你 我怎么样能抓到这个AR比E呢 如果上一轮 琳达给大家专门讲这个 怎么去抓底部的这个量能预测数的时候 也许这个股票你在这就抓到了 一会儿的时候我们再去讲啊 这个呢是ARB 下一个呢是拼多多 这个呢是非常有典型的啊 因为昨天这个下跌幅度实在太大 它也是一个什么 跟刚才Sigma有点相似的 它是一个什么 大的一个缺口 跌破了前期的这个整个一个上升的平台了 应该说 它本来是一个上升走势 昨天彻底打破了这个上升的一个走势 它已经变成下降趋势了 怎么是下降你看高点高点在降低 低点低点在至少现在还没有一定形成低点 已经降低了 说明下降趋势已经形成了 这一轮主要受影响的 为什么拼多多也受影响这么大呢 昨天晚上京东也是暴跌的 阿里巴巴也是暴跌的 京东的话你会发现啊 它并不是说最近才下跌的 它早就跌了 然后阿里巴巴也是一直都处于下跌 其实拼多多属于一个从双十一开始 从去年双十一开始 这个股票就一直在涨 它因为竞争力还是算这个 毕竟东西比较便宜 它有非常大的一个竞争力 但是呢最近因为京东推出了一个 政策 它出来了一个叫特价的一个APP 因为他们呢就是要打造一个 就是对标PDD 对标拼多多 而且呢要说价格不能超过这个拼多多 甚至呢如果超过的话 会怎么样赔款还是什么的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京东出了这一款以后 拼多多这个是直接受影响的 所以昨天晚上跟这个肯定是有关系的 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啊 因为京东那个APP 应该是在春节期间出来的 它就出来 就是你上京东的时候 它就会出现一个那个京东特价版 然后最近我还在京东特价版 那个上面买了好多东西呢 因为毕竟京东的话 我们会觉得比较可靠 但是呢现在也是推出了一个特价版啊 这个是我们昨天晚上的一个 这个整个一个情况 接下来呢我开始给大家讲一个 这个我们当前的一个 这个适用的方法 就是刚才我们说了 我们怎么样去抄底 这个方法呢我之前给大家讲过一次 也就是在面临这样的时候 你看啊 面临着这里下跌 这里下跌 这里下跌 我到底在哪个地方去抄底呢 这也是经常迷惑我们的 对吧 你会发现 在这个地方下跌 我如果在这个止跌 我买进 结果还在下跌震荡 在这个位置买进以后 你会发现 我也是在这里维持震荡 而在这个位置 我进场以后 你会发现就直接的起来了 我怎么样能买到三这个位置呢 你就会发现 这个是联姻放量的 这是联姻缩量的 在下降趋势 说如果加速赶底的过程当中 我们上节课在周一的时候给大家说过 一般在下跌的时候 缩量反倒代表什么 下跌市场缩量往往代表那种阴跌 代表还要跌 但是下降市场如果加速放量的话 可能是有机会的 但是我说的是可能不代表一定 但是下跌市场如果缩量 阴跌那肯定是看跌的 同样上涨市场我们缩量 这个放量是代表干嘛 风险的对吧 说缩量一定就代表安全吗 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 但是呢 放量一般是代表风险存在的 对吧 这是联姻下跌 那我们怎么样去抄底呢 这个我们大家来复习一下啊 这个呢 需要的一个模型 这个呢 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到 把这个图截一下 如果说你以前听过 我们一会侧重于实战 大家去看一下 我怎么样能去把握住 尤其现在行情都下跌了 这不正好有这个机会吗 对吧 你会发现 它要有一个下跌 连续四天的下跌 大于四天的一个下跌 然后呢 有一个持续放量的过程 紧接着跟着一个止跌 阳线 什么叫止跌呢 止跌有四种情况 对吧 有四种止跌情况 有蓄日东升 有曙光出现 有平底 有平底 有阳暴音 因Guffing的 所以止跌 也是有很多的一种走势啊 那么看到这个位置以后 来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模型呢 首先我们说要出现 四天的一个下跌 这里有五天下跌 但是你会发现 成交量是不规则的 所以它继续横百吨大 而这个四天的下跌 很明显四天成交量 是增大的 然后呢 出现了这个是一个什么呢 这是一个平底 可能你看着 这不算一个止跌 这是一个平底的止跌现象啊 这个平底大家知道吗 什么叫平底的一个止跌信号 来知道的来给我回复个666 不知道的回复一个777 大家知道平底吗 平底止跌信号 知道的来回复一个666 不知道的回复一个777 然后呢 这个位置 因为平底的一个止跌啊 形成了 大家可以看 股价的一个连续的一个暴涨 这个暴涨挺厉害的吧 刚才我们说了 在这里是一个平底的止跌 然后呢 股价上涨是非常猛的 这是一个连阴 连阴踢量的一个模型 连阴踢量的一个模型 来我们再看一下啊 在这个位置 这里有没有呢 很明显 这个位置是有的呀 你看看啊 这里跌了七天 这里已经连续了五天的一个踢量 踢量以后呢 踢量满足以后 它如果一直是连阴 那你不用管它 一直这种连阴 然后呢 包括量在增加 我们不用考虑它 接下来我们出现的这种什么 止跌的阳线 这个组合是什么 是不是旭日东升啊 这个是一个旭日东升的一个止跌形态 然后呢 股价开始了一个什么 开始了一个上涨 来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上涨呢 后边也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上涨 非常强势的一个上涨 非常漂亮啊 包括你看这个 是不是呢 也是啊 然后收出一个 而且这个也是跳空的 很多人说了 这么放的大量又跳空 是不是有可能会回调 那你要分什么情况 那么这种满足了连阴下跌的 这种止跌的行为 你看股价就强势的一个拉升了 所以有的时候很多人也奇怪啊 为什么我那个跳空高开 大量的我去买 然后买进去就下跌了 而有的时候我买进去 它就是上涨的 这个呢 是 我们在实战当中经常遇到的 那遇到这种问题怎么办 你得把问题记下来 我们得解决呀 不能说还是糊里糊涂的去做 对吧 我们得至少有一套明确的一个方法 然后呢 去把握这个行情 明确的方法去做 包括你看 在这个位置 好了 刚才说了 我们说了 在这个位置连续下跌 这里也是梯量上涨 然后呢 这里也是一个阳线 看到没有 哎 我也止跌了 但是这个地方还继续下跌 这个地方为什么呢 然后呢 你会发现在这个位置下跌下跌 看到没有 这里已经有五天的一个上涨 然后呢 后边出现了一个什么 看啊 看这个 这个位置出现了五天的连续的一个上涨 然后出现两条阴线 再次止跌 哎 又起来了 这又是因为什么呢 这又是因为什么呢 对吧 这个 你就要直到去思考了 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 这最主要是干嘛呀 最主要是判断 最主要是 用来判断这只股票 它的一个资金情况是什么样的 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 比方说 我们就看刚才那个 哎 但是这个软件 没有数据啊 我没有下载数据啊 这里没有网络 可能大家看不太清 没关系 大家知道就行 比方说我们看今天这个比较活跃的 ARBE ARBE 这个呢是 昨天晚上上涨 我们说上涨75%的股票啊 那么这个里边有没有联姻呢 其实这个股票之前下跌跌的是很多的 来我们看一下啊 昨天涨了75% 我们之前有没有征兆 好了 在这个图里 所有的啊 我们听课的来 大家告诉我 这里有满足我们的联姻提量下跌吗 来 有没有满足刚才我们的底部量能的一个预测模型 有没有 来 认为有的回复一个6 没有的回复8 有没有 有没有满足这个模型呢 这个是我们的 我们就拿当前的行情来看啊 看一下 有没有 所以我在周一的时候给大家说了啊 我们之前的话给大家讲知识点讲的比较详细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要以实战的形式带着大家去看一下 你要判断出来我们当前的行情 我怎么样去把握你用这个方法 因为现在行情都在下跌 你总得去找出那种有机会的吧 否则下跌你就跟着恐慌 然后股票上涨了 我们又跟着疯狂也不行啊 对吧 这个位置有没有呢 今天是我的评论出错了吗 是没有网络吗 我怎么没看有人写东西啊 是都没看懂吗 大家来 学会了的来回复666 没有学会的回复888 来学会的回复666 没有学会的回复888 今天我看没有人那个跟着写上次的时候 大家基本上回复还是比较这个激烈的 我知道可能是大家觉得股票暴跌了是吧 但是暴跌你不能那个 不开心啊 暴跌应该是机会 对不对 刚才一直给大家去解析啊 来听明白的回复666 没有听明白的回复888 刚才联姻提亮会吗 没有是吧 行吧 没有我就讲这一个案例啊 我就不给大家去讲具体的一个案例了 然后我们 因为本来说今天实战的话 是大家的话可以自己提一些问题 这个到底有没有呢 我们可以看这里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天的一个联姻的一个下跌 联姻的下跌以后呢 这里有一个大家可以看啊 我需要的是联姻提亮的一个上涨 这是一二三四 这里到底是不是成交量在升高呢 我把鼠标放在这里 放在这里以后你会发现 这个volume是0.008 这一天的话成交量是0.009 这个就大了啊 这非常明显 我就不用给大家看了 这个是0.008 这个是0.009 都是million啊 单位 所以你会发现这一天是增加的 说明这是连续四天的踢量的一个上涨 这里一二三四 四天的一个踢量的一个下跌 对吧 踢量的联姻的一个下跌 然后呢 我们就要干嘛呢 大家可以看啊 然后我要做的是 要把它的最低价向右延伸 是绝对不能跌破的 跌破了就 我们就不看了 没有跌破的话 我就要出现什么 出现一个止跌的模型 出现止跌以后 大家可以看啊 如果我们的ARBE这个雷达 如果我们在当天 这天如果能买进的话 价格这是多少 才三块两毛九 收盘才三块二毛九 昨天到多少钱了 是不是到七块六了 昨天最高价 昨天应该是到七块六了 所以你会发现 假设我在这天 我识别这个趋势 我明白 看到这个图形以后 这个的下跌达到了多少 达到了基本上是 三块二毛九到七块六 这应该翻了 130吧 至少涨了130%吧 差不多 这也就买进以后 一天两天三天呀 到昨天 所以昨天的暴涨 你等昨天晚上再去买 是不是就晚了 你要昨天晚上才去买 昨天晚上最高涨到75% 最最后收盘是47% 你如果买在那个上影线上呢 当然这个股票 应该是在昨天开盘之前 我就发现它了 你买股票的时候 记住啊 开盘之前 你可以看有一个专门的 异动股 你专门去找那个 异动股那一项 你会发现当天的异动股 然后呢 你就会去分析一下 它到底因为什么 上涨那么多 这种是做短线的方法 我之前给大家讲过很多啊 这个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讲 所以这个呢 是这个情况啊 昨天晚上这个大涨的情况 同样你再看前边 前边这个位置的时候 也是1234567 也是7天的下跌 但是这个7天下跌 有出现4天的联姻提量下跌吗 没有 这个成交量是杂乱无章的 所以股价在这里还是属于一个震荡下行的一个走势 如果要出现这个股价的一个这个上涨 我们说底部怎么去预测 底部我们说下跌的时候 肯定是要量能增加才代表更多的机会 但是量能增加也不一定就机会就来了 我们说的是可能 明白吗 但是如果下跌的过程当中 如果一直是音量往下跌的话 那说明还要跌 所以需要一个放量的过程 需要一个连续放量的一个过程 去 去佐证我们这个底部 这个到来 最后呢你还需要一个 我们说识别 怎么去识别它的一个止跌行为 好了来我们看看 这个止跌怎么去看啊 止跌我给大家讲一下止跌吧 因为大家我看大家也不太热情 所以说我估计我给你们实战 给你们机会让你们说个股票 看看有没有 估计你们也没有人有激情了 是不是 有人有激情想要去看一下吗 去看的话自己先去想一下啊 我现在呢我要教大家一下 怎么去设置止跌 那么在设置止跌之前呢 我们在周一的时候 我也跟大家说过 昨天我们的一个课程正式已经开始了啊 这个呢是量价勤牛 我们的一个系列的课程 这个一直到2月份 我们到4月30号啊 全都是讲量能的 等5月1号开始 我们就要讲时空了 就要讲时空了 我们第一季是主要给大家讲的价格模型 我们这个的课程一共有这个5节啊 昨天啊 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开讲 第一讲短线窒息量的一个预测数 如果你说你想系统的学习又不错过的话 今天赶紧的报名 这样的话 我们到晚上这个课程你还能听啊 就是今天晚上7点半开始的课程 然后第二讲是拉升量 第三讲是背音量 然后有暴力 还有天亮天价 这个拉升量呢 明天晚上我会去讲周四晚上 这个呢是应该是 我周五晚上会讲一个天亮天价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情况啊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系统的去学习 就像刚才你看看 联姻提亮 一个70%的5的上涨的股票 虽然全体的股票都在下跌 它却在上涨 你看它是不是就有量能底部超级模型 如果你学会了 你是不是就会有这个机会啊 那么我怎么样去上这个课程啊 把我切一下 如果大家想要上这个课程的话 我们有几种形式啊 第一种呢 我们就是打开那个聊天室 上面有一个置顶的深蓝色的链接 你可以去添写 另外呢 我们可以直接 如果你说我微菜比较方便 那你可以扫描一下微菜 whatsapp你可以扫描whatsapp 如果你邮箱方面的话 你就去点击上面的链接啊 那个链接的话 你可以邮箱方式 你可以whatsapp形式都可以 好吧 这个课程因为今天晚上七点半就开始了 窒息量的 如果感兴趣的 以前又没有上过的 以前没有上过的啊 你可以来听一下 因为系统的一个学习嘛 好吧 然后呢最后的话 我给大家讲一下这几个指叠的一个模型啊 一共有四个 讲完了以后呢 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第一个的话是 曙光出现 第二个是杨爆音 第三个是蓄日动声 第四个是双平底 来我按照顺序给大家讲 第一个呢是双平底 什么叫双平底 我不要求我这个阳线一定会超过哪里 我也没有要求它一定开盘在哪里 或者这个当然开盘价还是有要求的啊 没有要求一定超过前期高点 或者超过二分之一 我也不要求这个蜡烛实体多大 但是它需要的是什么 大家看啊 它这个组合是这个样子的 它组合一个阳 一个阴一个阳 对吧 这是下跌的上涨了吗 第一天的收盘价 也就是阳蜡烛的收盘价 和第二天我们看到的阳 这个刚才说 我说的是阳还是阴 我是不是说错了 就是红色的蜡烛的 这是代表收盘啊 下面是收盘 和我们第二天的开盘价 它一定是几乎相同的 收盘和开盘 一定是相同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叫平底 我们看的不是最低价 也不是看的最高价 我们看的是什么 实体的下沿 这两个蜡烛的实体下沿 一定是一样的 这种呢就叫平底 所以呢 它就代表一个什么呀 纸跌的模型 大家看这个 是不是 你看啊 这是收盘的 这个是开盘的 这叫什么 这叫双平底的一个 纸跌的模型 双平底的止跌模型 后边股价就连续的一个 疯狂的一个上涨了 看到没有 这个是第一种啊 第一种 然后第二种情况 来我们看一下 第二种情况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 你看啊 这个是联姻梯量 你看啊 这个的联姻梯量 是什么 成交量是增大的 这个的联姻梯量 有成交量增大吗 这里 有吗 这里是没有的 但是你会发现 这几天的下跌 这一天的阴线好大呀 和昨天晚上像不像 特别像啊 昨天晚上好多这样的股票 那么出现这个以后 第二天我们来了一个 你看就是一个缩量的阳线 而且是一个类似 我们说就像十字星一样的 力量并没有那么大 但是这个位置能进场吗 这是一个止跌信号吗 按照我们之前可能你学的 哎 我一定要超过前期的高点 我一定要超过二分之一 这个也算一个止跌模型 这叫什么止跌模型 双平地止跌模型 所以你如果买到这一天的话 买在这一天 几乎买在了这一轮股票的最低点 几乎就是最低点 当然还有个下影线对吧 你要买在收盘价 附近就不算最低价 但是最低价的这根蜡烛上 这就是平底的一个止跌模型 平底的看到没有 止跌模型 这个更惨 这个怎么惨了 你看首先下跌 而且这量呢 是真的是放大量的下跌 在这一天出现了一个 墓碑时的一个形态 你是不是觉得股价还在继续跌 或者横摆震荡 但是你看到以后 这是一个什么平底压 平底以后股价开启了一个联阴 一个大涨 对吧 连扬的一个大涨 这种上涨还是力度比较大的 然后第二种止跌呢 叫曙光出现 这个咱们之前都学过 这个学的比较多啊 因为曙光出现和蓄日东升 是我们看止跌最多的 它的曙光出现要求的是什么 低开高走 而且收盘价一定要高于 阴蜡烛的 前边蜡烛的50% 一定要超过它50% 低开高走的一个K线 来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低开高走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是不是 你看一个大阴线 马上又来一个大阳线 这个阳线超过它的50% 这个属于曙光出现的一个超底形式 当然了这个的反转形式 可能比双平底就会更强一点 然后呢股价开始了一波上涨 看到没有 下降趋势 红色青色蜡烛 然后跳空低开 就是低开高走嘛 高过它的50%就好了 来我们再看这个 同样这个是不是一个联姻 你首先还是得先找到联姻啊 联姻以后我才去找这个 这个属不属于刚才我们看到的 这属于啊 看到没有 低开高走超过它的50% 这就是曙光出现的止跌 所以后边连阳的一个上涨 连阳的上涨 来我们再看这个 这也是一个连阳啊 你看先是联姻提亮下跌 然后呢这里出现一个曙光出现 这里都是蓄日冬生了啊 都不光曙光出现 但这个出现以后呢 它这里有一个长期的横摆震荡 都没有刚才说了 跌破我们这个联姻提亮 这根K线的最下沿 联姻提亮的最下沿不能跌破 跌破就失败 跌破就失败 它没有跌破 但是这个长期横摆震荡 说明还在继续的一个筑底 继续的筑底 或者说主力 它拿的筹码不够 所以在这个位置 它还需要控制一下 然后呢 我们再看这个位置 这个属不属于联姻提亮呢 那肯定是啊 看到没有 这个的联姻提亮 可够那个什么的 1234567 这个联姻提亮 确实是非常大的 然后呢 这里出现一个什么 曙光出现 股价上涨了 这是第二种 然后我们看第三种 第三种呢 叫羊包音 我们叫音guffing 对吧 Bully is inguffing 它的话呢 是后边的阳线 包裹住前面的音线 当然呢 我们要求的是什么 青色的蜡烛的实体 吞没红色蜡烛的实体 记住啊 我们在看 纸跌形态的时候 我们看的都是实体 包括第一个双平底 看的是什么 实体的下眼 这个我们也是看 实体有没有包裹住 它的实体 来判断是不是羊包音 所以在这个地方 很明显 你看经过下跌 出现一个羊包音 很多人说 哎呀 这羊包音以后 你看这长得太多了 这个时候 你会发现第二天下跌的呀 但是这也算是一个 直跌的行为 只要不跌破二分之一 这就是我们一个 上涨的一个征兆 上涨的一个征兆啊 下降趋势当中 红色蜡烛跳空 然后呢 青色蜡烛 收盘价高于前 开盘价 再看一下 这是不是连音替亮 连续五天的 这个满不满足 满足 那这个属于什么呀 属不属于 刚才我们说的羊包音 也属于实体 把前面实体包裹住就行了 实体包裹住 这就是 我们说的 因嘎品 第四个 指跌的行为 叫蓄日东升 这个蓄日东升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一阴一阳 一阴一阳 它的阴阳是怎么走失的呢 看啊 首先 红色蜡烛和青色蜡烛的组合 收盘高于昨日的最高价 这个是要求最严格的啊 要超过它的最高价 我们刚才说这个 因嘎品的时候 其实要求的是实体 对吧 包围住前面的实体就行了 万一前面呢 有个大长上影线 可不可以 也满足 但是这个就不行了 你必须超过它的最高价 这个呢 才叫我们说的叫 蓄日东升 所以我讲的四个指跌形式 是越来越强的 从双平底 然后呢 到曙光出现 到这个阳包音 最后再到蓄日东升 四个是连续在增加的 它的一个强度 看这个位置 是不是 高开高走 高开高走 对的 这个就是要高开 还要高走 还要超过前天的最高价 收盘价要高过前一天的最高价 就是蓄日东升 看到没有 来我们再看这个 这个其实就满足了 刚才我们说的蓄日东升 这种就属于蓄日东升 高开 就开盘价 一定是在昨天的收盘价之上 高开高走 高开高走 这是先有联姻 然后呢 高开高走 对吧 所以回去 大家可以把这个方法呢 你用到自己的股票上去试试啊 刚才我给大家讲的 叫ARBE这种 就是明星股 你去看看它 这是我今天给大家讲的重点的 你回去看一下啊 它是不是满足我们的联姻提亮 下跌的 对吧 正好把握住我们这一轮大的机会 一下就三天的时间翻了130%啊 你有一万块 现在我就变两万三了 是不是 一万块就赚了一万三千块 三天的时间 甚至咱们有几个人 用一万块炒股啊 是不是 一般都至少十万啊 十万你就赚了十三万 是不是 这个钱赚的还是很快的 如果大家这个 整个对我们这套量能系列课 特别喜欢 而且呢 想要跟着我们系统的去学习 并且这一次呢 还送给大家这一套这个课程啊 想上的 今天晚上七点半已经开始了 今天晚上讲窒息量 而且今天晚上讲短线的 因为我们很多人都喜欢做什么 做短线 喜欢做短线的 今天晚上别错过 明天晚上讲波段 讲拉升量模型 然后星期五 我们有长线 背音量 有暴力长音 包括天亮的一个顶部预测数 所以如果想上的啊 我们还是那样 三个方式 第一个 打开我们对话康的上面的深蓝色 你可以去点击链接 或者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 这两个QR Code就好了 好吧 今天呢 我们就给大家讲到这了啊 谢谢大家 请订阅',红 must的 请订阅'集团 -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